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了由博斯 還有CPFATV為您所帶來的 2022年 黃南銀行台灣企業足球甲級聯賽 今天這場比賽呢 我們來到了府人大學體育場 要來欣賞了這場比賽呢 將由 輔大航員來 這個航員FC來對上的對手 將會是台灣十虎 那這場比賽腳步工作的時候 就先我們跟球評阿橘 許友誠來為大家服務 阿橘好 主播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橘許友誠 那今天這場比賽呢 在賽前來講 其實兩支球隊 目前在基本榜上 算是比較接近的一個狀況 所以是 航員呢 目前是排在第四位 然後呢 台灣十虎呢 排在第五位 而且兩隊的差距 只有兩分的積分差 阿橘你怎麼看 今天這場比賽 我跟你講今天這場比賽 在十虎的方面 這種真頂的部分 他們每一位選手 其實能力都不錯 不過真頂之後 這第二落點會被對手 給掌握下來 我覺得這是前面幾場比賽 十虎往往第二落點 都會被對方給掌握之後 發動第二波 或者第三波的進攻的攻勢 反而是在航員這邊 可能在Avesca前面 跟後腰之間的防守空間 誰會去做補位的動作呢 我想在不厭速 這個能力 還有跟隊友之間 去做銜接的部分 我覺得是這場比賽的一大重點 對 很漂亮的前插板 你以為成功那一邊 一口氣到底線 對不對 一口氣到底線就趕快喘了 而不是想要停球 還要跟對方過 喔 這個球機會來了 好進來 欸 幹掉 OMG 這場比賽 十虎 哇 這是他們的第一次射門 可是這球真的漂亮啊 哇 陳剛才講韋世的情況 你看到在門前的把握度 韋世第一次的機會 就第一次可以把握住了 沒錯 韋世這個球真的是 是 出乎大家的意料啊 哇 這個球沒有話講啊 而且這個球的節奏 等於是能將賴伯洛 也完全沒有抓到 因為來的太突然了 我剛剛前面才特別提到說 目前十虎 跟隊伯洛在前場的位置 去做這種橫向的轉移 但這一次你可以看到 哇 漂亮 非常高級的動作 是 在身後的一個情況下 腳後跟的方式 把這球給打到門框裡面 這球 William已經把它扛住了 但是還是硬是被打到 蠻常見的一個 成功率已經很高了 哇 這個球 哇 這球怎麼擋下來的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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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不�'t Verg 現在可以直接做回來之後 再給隊友來做投球 這是音錯揚釵 肩膀頂給周宇傑啊 哇這個精彩的助攻啊 結果周宇傑沒辦法頂進 非常非常精彩 哇有啊 哎喲這個就差一點點 這次有漂亮的愉悅 對有看到愉悅 對對對 如果這個就是沒有搶到這可惜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这个意识是不错的 诶 不过我想朱厉辰应该是在抗议的是说 就没帮你直接推了 他并不是有意识要抢这个一跃龙人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如果是一跃的话 这实际点真的是很不错 我现在已经进入到双天股市的阶段了 所以我想他应该很清楚 就是这样的拿牌其实影响球队并不大 哎呦 这是不是角色很 哎呦 哦 这种球啊有的时候真的要小心不要手伸出去 再来 再进去 啊 别杀 哇 这个球 进去的竟然是 给朱厉辰去拿到了 前面朱厉辰已经要球要了好一阵 没错 这次送到进去内的一个情况下 刚好 这一错阳差啊 对 而且朱厉辰上前这个位置 刚好是魏佩倫的身后的那个空间 所以魏佩倫根本不清楚 其实正后方就是朱厉辰